而在澳洲的塔斯馬尼亞島的西部 台域也出現將近兩百七十頭的長崎 領航金 集體擱淺的事件 這也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密密麻麻 深色油亮的金群 受困在潛水區 數量多的金人 這些是屬於長崎領航金的種類 總共有三大群 將近兩百七十頭左右 而四十名專家跟救援人員前往搶救 目前在擱淺的軍群當中 已經有九十隻不幸死亡了 專家估計擱淺狀況之下 領航金大約可以支撐三到四天 目前當地的天氣涼爽潮濕 適於金群存活 但是時間越拖越久 越不利 所以目前的搶救工作 可以說是跟時間在賽跑